又有茶叶被验出了农药超标 这回出包的是台中五十兰 卫生局抽验四季春茶 发现芬普林残留0.003ppm 多出标准值0.001ppm 因为五十兰总店在台南 台南卫生局也立刻启动来调查 不总店秀出了SGS表示 这批茶叶自主检验都合乎国家标准的0.002ppm 为了捍卫生育 要求卫生局要复验 不过目前已经先配合全面性的预防性下架 台南市卫生局寄查人员指导三清制茶公司 将一包又一包的茶叶拆开清点 因为连锁饮料店五十兰 出问题的四季春茶来源就是这里 而且疑似已经流向全台分店 中市的沁宇茶行 那它的这个品名是四季春茶 它的分谱是0.003ppm 最早被发现的地方是台中分店 由于总工资在台南 当地卫生局进一步追查 才发现这批问题茶叶是今年三月十八号 向台南的三清制茶公司购买 净货量七千五百六十八公斤 全部都已经销售一空 恐怕已经被民众全部喝下肚 根据农药残留相关法令 去年七月将分谱泥含量从0.005ppm下修成0.002ppm 被发现的问题茶叶等于超标1.5倍 但是五十兰总店对台中卫生局检测报告有疑虑 因为这一批茶叶 他们很早就自行送往SGS检验 但是并没有超标 目前卫生局已经要求业者 设法找出三月十八号的茶叶样本 并且将封存仓库内的四季春茶 全部都采样送检 五十兰原本只是在台南是路边的一个小摊子 后来负责人陆续展店开放加盟 当目前已经走过21个年头 有500间分店 是全国第二大的首摇饮料店 特色就是珍珠奶茶和四季春茶 这一回茶叶卷入一字农药超标 五十兰为了捍卫自家茶品安全 要求卫生局复验茶叶 除了台中台南 目前台北卫生局也已经全面展开击茶 要揪出问题来源 记者综合报道 本集结束 本集结束